神车兰德库鲁哲终于要换代了 现款的Z200 有些人叫LC200 往后我也用LC来代替兰德库鲁哲吧 现款的Z200从2007年一直狂卖到现在 这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2007年的旗舰手机 诺基亚N95到了今天还有人抢着买 但是新的Z300出来之后 我觉得LC系列恐怕要掉落神坛咯 这磨刀磨了14年 丰天还是磨了很多东西出来的 就诚意而言 新一代的LC还是大大的有力 首先是平台换成了新的TNGA平台了 你可能要说了 TNGA那不是承载式车身吗 你看汉达那不是有TNGA的 别急 新LC用了这个叫TNGA-F平台 这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的平台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梁式车身 在往后的雷克萨斯新一代的LX 还有丰天的坦途上面 也会陆续换上这个新平台的 TNGA平台的好处是能降低成本 但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能享受到的是新LC的重量 会比线缓车型降低200公斤 同时重心也会更低 另外底盘的烫扭刚性 也会大幅增加20% 这几点加起来 就意味着新LC的公路操控性 和舒适性都会有角道的提升 但虽然是换了新平台 近一代LC的尺寸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轴距更是一毛一样的2850毫米 所以车内空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同样也会有五座跟七座两个版本 动力总成的变化呢 那可大了 现款车型大家可以买到的 有三款发动机 4.0的V6 4.6的V8 还有一个神一样的5.7V8 而新一代车型 目前发布的只有一款柴油机 和一款汽油机 汽油机是3.5升V6的 没有V8了 永远也不会再有V8了 请在公屏上面打上V8走好 我们用三秒钟给V8默爱一下 好了不用太伤心了 从数据上来看 这个新的V6是可以让老V8死得很安乐的 它用上了双摩轮增压 最大马力达到415匹 峰值扭力650牛米 这可比那个5.7升的V8还要高上一截 另外传闻 丰田还在给新LC开发混合动力总成 就是在这个3.5V6的基础上面 再配上雷克萨斯LS在用的那个120匹的电机 这真要整出来的话 估计能干掉奔驰的G55 AMG了 但只是传闻啊 传闻啊 变速器方面也是非常激进的 从现款的5AT6AT直接干到了10AT 对就是要比大G还多一个档 丰田的资料说 更轻的车身 更多档位 还有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三项升级加起来 成功的让新一代LC的二氧化弹排放量 降低了10% LC讲节能减排 还是看一下越野性能吧 啊不 严格来说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些东西呢 并没有提升LC的越野性能 而是大大的降低了越野的难度 丰田最高规格的四驱系统 前中后三把差速所 如形模式 坦克掉头 这些跟现款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 新的四驱系统增加了AUTO自动挡 无论是在高速四驱 还是低速四驱 都能自己选择合适的模式 然后增加了一个底盘透视功能 就是跟路虎新卫视那个差不多的 还有现款车型的黑科技 KDSS夜压防轻感 升级成为了1KDSS 这个有意思啊 简单点说 这个1KDSS 它能根据路面状况 自动提前改变防轻感的硬度 你看这个对比 左边是现款车型的 右边是新一代的LC的 是不是很有喜感 是不是大幅提升了越野石的舒适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或许是丰田觉得现款G200 在越野性能上面已经是独孤求败 不用再往上面增加新的技术了 而另一方面呢 其实新的LC的公路性能 则是提升了不少 我们刚才提到的刚性更高的车身 更强的动力 更多的档位 还有那个神器1KDSS 其实都是让新LC在公路上面 会更加好开 另外 丰田还在新LC上面装备了 主动安全系统 主动巡航 预防碰撞 这些新时代的功能 终于都出现在LC系列上面了 另外你刚才也应该瞄到了 新LC的内饰先进了很多 12.3寸的大尺寸触摸中风屏 支持Apple Cupbreak 喜欢LC的大叔们 对此应该是无感的 但大叔的女儿们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同样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还有GR Sport版本的新LC 我下次再单独介绍一下 这款有意思的车吧 好了 又到了总结的时间了 我觉得这辆新一代的J300 是一辆给小白用的LC 纸上谈拼的说是非常好的 新的平台 更强的动力 更低的油耗 更轻的车身 更智能的辅助系统 但是我要说 LC真正的魅力是这些东西吗 难道不应该是超级简单 而且超级耐用的机械吗 你看啊 这新一代的LC 变得像钢铁侠一样 靠着各种花里胡哨的电子系统 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这不是LC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LC 那应该是像美国队长那样子 仅靠自己的肌肉来痛扁敌人 本来我是不觉得老的LC有多厉害的 但现在在Z300的影称之下 我真觉得以前的老LC 那都是YYDS 好吧 Anyway 这就是新一代的兰德库鲁哲 最后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是更喜欢以前的硬派的LC 还是这一辆用各种高科技来武装自己的LC呢 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再聊一下吧 我是陈祖远 拜拜 拜拜